哇,我们去看着鸟,看着一些鸟呢 哇,好重哦 我们去看鸟,看着鸟的色彩 现在是一个蓝色彩的色彩的色彩是什么 我们去看鸟的色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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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鸟的色彩的色彩的色彩 这是鸟的色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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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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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道经过多个小瀑布提供了全景视角 是摄影爱好者的理想地点 下环步道 下环步道让游客可以从下方仰视瀑布 感受瀑布水流的力量 这条步道更接近瀑布的底部 有时游客甚至会被水雾打湿 森林奇境地感受到瀑布的澎湃 阿根廷一侧的伊瓜苏国家公园 覆盖了大量的压热带雨林 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公园内的丛林探险活动 可以让游客深入探索 这个生物多样性极高的区域 游客可以选择徒步骑自行车 或者搭乘生态火车穿越丛林 这里是官鸟爱好者的天堂 许多稀有的热带鸟类 栖息在丛林中 此外公园内还有众多蝴蝶 猴子 Jump Zupier 以及其他野生动物 丰富的自然景观 让人沉浸其中 对于寻求刺激的游客 可以参加大冒险船游览项目 这是一项由动力船带领活动 船只会驶入瀑布的水帘下方 给游客带来令人心跳加速的体验 这一活动既能感受到瀑布的震撼力 又充满了探险的乐趣 为了方便游客在公园内穿梭 公园内设有生态小火车 这是一条开放式的电动列车 穿梭于丛林之间 将游客从入口处 带到瀑布的各个主要景点 这不仅是便捷的交通方式 也为游客提供了沿途观赏 自然风光的机会 攻略信息 开放时间 伊瓜苏国家公园每天开放 时间为早上8点0到下午6点 本人认为巴西和阿根廷 一定要两侧都看 光看一侧不足以浏览全貌 一天之内应该可以将两侧 全部游览完毕 阿根廷一侧两个小时足够 巴西一侧大概需要三个小时 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 阿根廷一侧中午去就可以 门票 阿根廷一侧的伊瓜苏国家公园 需要购买门票 费用是游客的国籍而定 公园内也提供了导游服务 帮助游客更好的了解瀑布 及其生态环境 最佳旅游时间 参观伊瓜苏瀑布的最佳时间 通常是4月至10月的旱季期间 这时的水位较为稳定 天气也相对凉爽 阿根廷一侧的伊瓜苏瀑布 不仅展示了自然的壮丽美景 还提供了丰富的生态体验 无论是沉浸在瀑布的澎湃之中 还是探索丛林的奥秘 游客都能在这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冒险与宁静 告诉 맞는对邀请 对邀请 不符一 Vert 他最绁 che只得到意味着 询句他们不符一, 我没走错吧 他说这儿得需要一天的时间 我觉得用不了一天吧 这儿得需要一天的时间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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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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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